苗栗造墙乡公所办公厅设在民国64年新建至今 经过评估有耐震度不足的问题 因此是积极来争取经费重建 日前确定获得内政部补助8000万元 搭配公所自筹款8000万 一共是1亿6000万要原地重建 预计新建土地地上有5层 地下一层的新厅设 最快在年底就会发包动工 造墙乡公所办公厅设已经有46年的历史 经过公所争取确定获中央补助8000万 搭配自筹款共1亿6000万原地重建 因为也经过中央耐震评估的部分 认为造墙乡公所已经是达到所谓的危险的一个状况里面 就责成要造墙公所启动重建计划 二来也是因为现有的部分是公所 还有代表会联合办公的部分 厅设的部分 办公的场地位置各方面也有不足的一个情形 所以说我们在青年度就积极的来征集 向中央来申请补助计划重建的一个情形 旧的造桥公所大楼民国64年新建 二十多年前增建三楼代表会议室堂 未来新的办公厅设计地上五层 地下一层外观走现代风 厅设外有停车场无障碍空间 内部除了办公区还有多工人空间 会议室屋顶阳台将成为户外的活动空间 厅设原址重建预计最快年底发包 上个月的时候核定 所以说我们先前的工作也已经在各方面的部分 有期规范和部署的部分 是希望在本年110年底之前 可以发包出去最快 议定的新建期间是两年 但是最慢不得在114年 一定要新建完成 最晚民国114年前一定要完工 施工期间公所团队 预计将前往造桥乡立综合活动中心办公 让民众服务的业务持续不中断 让民众服务的业务集团